要说中国最值得一去的地方 云南绝对排得上名号 随着自驾游的兴起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再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梦 而说到如何实现一次完美的自驾游之旅 我认为除了规划好路线之外 最重要的是选一台靠谱的车 比如我们今天试驾的这台长安第二代CS75 Plus 就是不错的选择 外观方面 第二代CS75 Plus延续了上一代车型的设计风格 以能量晶体为灵感来源 整体流畅的线条带来了流光闪耀的质感 配备大嘴式中网 看起来十分具有运动气息 大灯组方面 相比一线款车型更加鲜长 远近光由11颗高性能LED组成 并且在其内部可以发现其上下均设置了LED灯带 点亮后横向平直的灯带 能够拉宽车头的横向视觉效果 来到车身侧面 该车长宽高 分面为4700毫米 1865毫米 1710毫米 该车采用了锐利的线条 车身呈现出轮角分明的设计风格 搭配大尺寸后臂的轮胎 流上的线条贯穿整个车侧 车尾则是在大设计不变的前提下 对于细节的升级令效果显得十分精致 尤其是尾灯组的升级 可以明显发现其采用了贯穿式的设计 以此与车头进行呼应 提升车辆的横向视觉效果 来到长安CS75plus的车内 内饰的造型较为时尚大气 和该车定位相符合 该车方向盘采用了四幅式的设计 搭配12.3英寸触控式液晶的中控屏 让内饰的风格给人印象十分深刻 值得一提的是 新车的方向盘支柱上方与左侧A柱内侧 新增了人脸识别摄像头 该摄像头除了常规的分心提醒 座椅偏好设定等功能外 还能根据驾驶员瞳孔位置 调整抬头显示的高度 以及联合娱乐系统 知识手势控制 针对儿童播放儿歌故事 也与安抚等功能 我们今天试驾的车型是1.5T的车型 最大功率为138千瓦 分针扭矩为300牛米 与之疲惫的是爱信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虽然试驾的是1.5T车型 但是提速快 反应灵敏 操控灵动 是质量CS75 Plus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在高速公路上 一处激发的加速感非常及时 不管是海拔2000米 还是海拔3000米的以上的路段 该车一直保持着十分强悍的动力输出 虽然是1.5T的车型 但是高速路段的激加速和超车都显得游刃有余 再配合ACC自适应巡航 和丰富的主被动安全系统 在降低驾驶疲劳的同时 也提升了行驶的安全性 可以预料的是 高速表现都这么稳定 更不用提城市道路行驶了 要知道我们这次拿到的是1.5T的车型 要是2.0T的车型 估计就更加随心自如了 底盘上 第二代长安CS75 Plus 采用了前麦夫逊式 加厚多连杆式的独立悬架 出色的底盘调校 让整车通过不同路段时 都显得十分轻松 悬挂的韧性将地面颠簸力度化解之后 传递到车内的颠簸就轻柔了许多 总体来说 从2019年问世的明日座驾CS75 Plus 到如今进销160万辆后 长安CS75系列以超前的技术 为广大用户带来超乎期待的汽车生活体验 本期的额看新车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